完了完了完了 廢廢已廢廢了 哎我的亲大爷可别指挥了 风儿轻轻的吹 雨夜绵绵下个不停 驴金多愁善改的我 一千顶感慨八百多回 刚开始听五百唱歌的时候还是青少年 驴金再轻已是真老年 岁月是把杀猪刀刀刀砍我的发际线 都快突了个老丈人的了 刚开始做挖机的时候 兜里就没钱 驴金已经做了八年挖机了 兜里还是没有钱 大家是否和我一样 这几年都活狗身上了 老且伴差不多又停了一个半月了 这房子液漏的差不多了 咱们加上点开张去磨一磨秀 这还剩了个两三升全加上了 怎么感觉还是有点不宽敞呢 哎先把今天坚持下来再说吧 老且伴注意看 玻璃前面落的这层灰 没一个月它能放出这样吗 赶紧擦擦吧都看不通人了 哎这驾驶室也是四处漏风 全是不通 下驴的时候外面下小的 里面下大的 关键的时候我都得出来避避驴 这拖拉机要是给狗 狗都只摇头 不开不开 这拖拉机也太破了 老且慢这拖车不能再换了 这一辆拖车能买我命啊 这拖车停这么长时间了 机油也凝固了 又是冬天 这电瓶亏键够呛能拉着啊 实在不行还得用挖机连着 是一点电也没有了 咱们还是直接用挖机连吧 这挖机也老了 估计也是够呛啊 平时还好点 又穷了这么长时间冬天 坏了坏了 穷这个阵子就一下 拉不着就拉不着了 这活啊本来是打算早上用的 我就心思啊 这早上更冷 肯定是更打不着 这红色的是重极 咱们直接掐在这个电瓶装上 同样这边咱们也得掐托车机重极上 这边掐在咱们的副极上 这边呢咱们反正是打起啊 随便掐 掐哪儿都行 为了保鲜起见呢 特森决定了 还是掐电瓶装上吧 特森呢对这边操作呢 还是非常的满意的 老亲们 记多布压山影啊 接下来咱们得把挡摘了 千万别再挡 再挡上的话 一启动肯定得往前窜 哎呀这哪接触不良啊 这电表怎么没反应呢 这啥呀这是怎么又接触不良了 上次就是晚上开着开着 灯突然不亮了 差一点干报米地里去 我就抠了抠线好了 这次怎么就没反应了呢 这怎么没掐好是吧 哎 可能是没掐好 这行啊这掐的还不够结实吗 啊 啊 哎呀我掐我的个猴子的 老亲们 一傻傻一个 一喊喊一无 蒙圈了啊 刚才纯属意外 别笑啊 笑人不如人 你追你对象的时候 比我还喊的 刚才呢一激动一着急 只掐了键瓶上 线没脸上能有反应才怪呢 这次呢肯定没问题了 我弟嘛 这地方有个挖机在这停着 怎么还找挖机呢 这是哪位车的大哥呀 啊 我可不是来抢你活的啊 我呢就是来干半车的 咱们呢可能不是一个柳子的 特森呢有点大意了 没进来 机前踩踩点 直接冲进来了 先干活 看看回头不行 用挖机掰过来 今天这个活老板说了 差不多得半天 根据特森的临床经验呢 差不多半个小时就能搞定 老板想把眼前的这堆冻土摊开 一直凭到流了辣头 拉根黑管子拉里 听他意思打算开进去一辆交车 紧接着再开进去一辆4米2的拉货车 据我观察呢 唯一能限车的地方就是这里 看让前几天刚挖的沟埋的博文管 并没有压实 我呢打算先往里边开一开 吃着锅里的看着碗里的 这一块地势我看能消化一部分土 咱们注意旁边的井扣着板 还有防尘网别给埋了 主要就是把这堆土摊开降低 压一桥临时的路 这些土咱们尽量别给转的太远了 我看这一块地势全部高的 后期项目上肯定还得降还得轻走 像这后半段地势比较偏 咱们只需要把右边高的地方平衡到左边去 填的差不多以后 咱们快速的利用斗背来肥的扫一扫 最后我们再来来肥肥的快速的认真的仔细的碾压几遍 好嘞收工完活 跟特森预计的呢差了半个小时 这活老板本来预计是半千的 结果是快一个小时就完活了 老板想出个二三百那咱们肯定不能 愿意我弄了油门都拧了油箱里去了 速乱速决也没给磨蹭 大家呢都很忙 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买个孩子接个菜 我呢也很忙 利用节省出来的这个时间还得忙着倒车 所以说你不能管看我干的快就弄下了一个浪 特森现在练的控制车能到两米了 我呢向后倒一点看能不能从对宽的这个地方一把甩过去 不行了不行了已经超出控制范围之内了 虽然是倒车不行 但是特森对这个往前开还是拿捏的比较精准 哎呀这这怎么卡脱干上了哟 往后倒都卡脱干 这往前开怎么还能卡脱干呢 这前面还有个二层的洗车池子 这拖车呀真是跟我受了对了 这就用了那句老话了 麻绳砖敲细数段 厄运专找苦命人呀 这池子正好是上坡而且里面又有水 最担心的就是能不能起开步 重量都在后面你们觉得能不能起开步 完了完了完了 沸沸已沸沸了 下面的大咕噜空转打滑啊 就差那么一点点劲后面四个咕噜上不来 看看能不能相互倒一倒再称一称 关键咕噜上全是水下面又是路口的茄架子 好家伙咱们再称一次试试啊 哎呦我的亲大爷你可别指挥了 我还不知道往前冲吗 关键是到不了多指儿 没有猪跑的空间呀 再冲一次试试啊 实在不行的话就得慢慢铺腿的下来吧 我地马总算是冲上来了给大爷也累坏了 这一顿套舵呢直接给特森干懵了